满载凤梨的货车司机准备下货 一箱一箱的往新北市议员张志豪服务处内搬入 稍后还有一台货车同样会载满凤梨到张志豪服务处 为了力挺台湾农民 不让中国大陆海关总署 以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为由禁止台湾凤梨进口 让农民的心血白费 张志豪发起了团购活动 号召大家用新台币支持凤梨农 凤梨的产季在4月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在凤梨的产季盛产的时候 大家可以持续的透过其他的管道也好 或者是再到我的服务处来团购 其实都非常欢迎 大陆不进口凤梨 优质水果留着台湾吃 或者是转出口到日本 张志豪号召各界买凤梨 总计和云林谷坑果农订购246箱 一箱六颗桩 陆续运到服务处 再由民众自行搬运回家享用 台湾的凤梨甜又多汁 助消化抗发炎好处多 大陆不给进口短期内买凤梨挺农民 得到各界响应 但凤梨出口大陆比重高 4月凤梨的盛产期才是更严峻的问题所在 记者林立如简明山综合报道 豆瓣 大陆不耐 放入 大陆不耗 大陆不耐